大家好,春豪 雖然大家都知道,但重要的事情要多說一次 疫情以來大家都知道,停派了7000元的央職金 令很多長者、老友記都很失望 不過今年又派了,大家開心 政府公佈非強制性中央公職金制度 2024年度預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名單 在今日公佈 本年度共有389346人被列入名單 可以獲得注資7000元 但也有183,000多人不被列入名單 被列入名單的人士不需要辦理任何手續 那7000元會自動轉入央職金戶口 若未夠65歲,當然不可以拿出來用 但好像列入名單的澳門居民之中 有93,314人是年滿65歲的長者 其中符合自動提款發放條件的長者有71591人 社保基金說 今天會向他們發短訊提示 他們不需要辦理提款申請 款項在9月25日 是9月25日會自動轉帳 至這批長者正收取養老金或殘疾金賬戶裡 當局提醒 發短訊不會附上任何連結 或要求市民提供銀行帳戶資料 錢主動進入你的戶口 甚麼都不用辦 只不過是通知你 9月25日有多7000元 當局說 政府自2010年開始 向合資格的澳門永久性居民個人帳戶注資 連同今年的撥款 至今政府投入的總金額達到318億 而每個帳戶最高注入金額達到84000元 連同利息16800元左右 大約每個人都應該有10800元 當然要你的戶口在政府裡計算 有些你移出來買甚麼基金 如果虧了錢就另計吧 社保基金說 2022年受全球經濟環球投資不景氣的影響 社保基金投資表現不佳 不過去年 2023年 投資成績轉好了 去年全年回報有74億2000萬 形容回報十分理想 今年初到5月 社保基金投資已經賺了27億7000萬 回報率去到3.06元左右 大家好,現在社保制度了 總資金有954億 資產狀況比較穩健 相信有排派的 好,在集貪聲音分享之前記得訂閱 大家香港議員 他本來的收集結束 我們都在公開 看見萬分技能 總資本的消費 遠足不宜 我們都在心裏